树枝丛生窜入门窗 志工使出蛮力修剪 让阳光能够照进屋内 两年前李良喜被诊断出罹患癌症 至今无法自理只能卧病在床 平时由二哥照顾生活起居 经济来源全扣使荒卫生 被搁置在家的回收物 让屋内环境杂乱不堪 也引发卫生问题 志工动员大扫除 实际是很热心的帮助 好像处理 打扫这些全部 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去处理 我应该很感谢志工 他们来帮忙 头一天来的时候 看到他好像苦相 帮助他们 让他们能够开心起来 心安 生也安 清除的物资在志工协助下 卖得了好价钱 缓解了经济问题 环境也变得清静 爱心注入 陪伴这个家走出低潮 影向阳光 大爱新闻 陈桂平 李美英 李秀兰 马来西亚报道